Hello大家好我老刘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 陈昌星太极拳十大要论中的第三章三节 其实对于三节这个东西来说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已经被很多老师们都已经讲烂了吧算是 不过呢今天这一期视频啊 我可能会颠覆您对于太极拳里面三节的一个认知 所以说不管一会儿您听到我说了一些什么 我都希望您不要着急去下结论 而是要先思考过后再做决定 好吧 好那今天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陈昌星老前辈对于三节的一个解释 以及我对于三节的一个看法吧 好吧 夫妻本诸深而深节不甚凡 若逐节论之则有远乎全数之宗旨 为分为三节而论可谓得其解法 三节上中下或根中烧 以一身言之 头为上节 胸为中节 腿为下节 以头面言之 额为上节 鼻为中节 口为下节 以中身言之 胸为上节 腹为中节 丹田为下节 以腿言之 垮为根节 细为中节 足为烧节 以臂言之 脖为根节 轴为中节 手为烧节 以首言之 万为根节 长为中节 止为烧节 关于此 而足不必论矣 然则自相之足 莫不各有三节也 要之 即莫非三节之所 即莫非朝义之处 盖上节不明 无一无踪 中节不明 满腔是空 下节不明 颠覆必生 由此观之 身三节不 岂可忽也 至于弃之发动 要从烧节起 中节随 根节催之而已 此故分而言之 若何而言之 则上自头顶 下至足底 四之百孩 总为一节 夫何为三节之有哉 又何三节中之 各有三节云乎哉 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是有那么微微一笑的 也算是会心一笑吧 大家可能会不太理解 对不对 你读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笑啊 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好吧 从结论来说 我读这篇文章 总结出来了两个层面 对 我感觉也是陈发克老先生 写这篇文章的两个目的 算是 第一个层面呢 我认为是他一个 讲道理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 是他不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我知道我这么说完之后 大家会有一些不知所措 对不对 老林在这说什么 没关系 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 讲道理的层面指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讲道理的层面就是指前面 那啰哩巴塑一大堆之后 到什么烧节领 中节随 根节催之而已 就是说前面那么啰哩巴塑一大段 都是在讲道理 那么不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是指什么地方 就是从我刚刚说的那句话之后 到后面结束 那一段是不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真的算是可以感觉到 陈长青老前辈 当时在写这篇文章时候的 那种煞费苦心的感觉吧 这篇文章真的算是由浅入深 然后在由凡到简 这么一个过程 写得非常的详细 非常细致 对 感觉很佩服 好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 我所理解的 他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是什么意思 在胎拳里面 把这三节细分出来之后 最大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是在我们练拳方面的作用 第二是在我们用法方面的作用 在练拳方面来说 这上中下三节具体的练法 其实我们之前在聊拳的时候 或者说在聊理论的时候 已经通通都告诉过大家 在这我给大家提个醒 大家应该就可以回想的起来 比如说这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下节不明颠覆必生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下节也就是我们的底盘 怎么样才算是明了呢 而且在文章里面又把我们的下盘 又细分出来三节对不对 垮 吸 脚 其实说白了哈 你要搞明白的 其实就是这三节的具体的操作方法 也就是他们的练法 你要搞明白 比如说垮 我们当时在聊当的时候跟大家具体聊到过 垮是什么东西 垮它是当的外在表现形式 对不对 动机在当不在垮 垮它是一块骨头 它自己是不能动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你要搞明白的 就是说你要搞明白 垮里面对于身体各部位操作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那么具体到当要怎么样去练 它的要点和规矩都有哪些 我今天就不需要再多说了吧 对不对 我频道里面有非常多期视频 专门去讲这个当到底要怎么样去捣鼓 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我频道里面翻来看一下好吧 然后是吸 我们在聊内三合外三合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聊预备式的时候 都有提到过膝盖的要求 它要怎么样去放 要放张放身放松啊 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 以及我们如何才能保护我们的膝盖 在练圈的时候不会受伤 等等这些东西 我频道里面都有视频 然后是脚 我不只是这期要聊到脚 我感觉我每一期视频都会提到脚在胎拳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比如说脚上的规矩是什么呀 它的用力方法是什么呀 脚上的力量分配是什么 等等这些东西吧 对不对 其实下节不明 颠覆毕生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对于下节来说 细分出来的垮膝脚 这些身体各部位的具体练法 你要明白 以及我们对于整个下盘来说的一些具体练法 比如说什么双重的问题 内进的问题 力量分配的问题 等等这些东西 你要明白 你只有明白了这个才算是你下节明了 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些东西 就真应了那句话 下节不明颠覆毕生 也就是偷重脚轻 就是说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拿去研究我们的上盘 外形肢体动作上了 或者说是你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拿去研究一些云力物理 有的没的的东西上面去了 对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我只是拿底盘 也就是我们的下节 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上盘跟我们的终结 上节跟终结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明白具体到某一个部位 他的一些练法是什么 这个样子你才算是明了 要不然陈长兴老前面也不会分的那么细了 对不对 大家看我这么说完之后 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 守规矩练身法吗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么个东西 第二点就是在用法方面 在用法方面来说的话 最能体现出三节作用的 我感觉就是擒拿关节剂了 对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真的是些许的感觉到 三节这个东西在胎拳里面 就相当于是擒拿理论的一个鼻祖 算是 我知道我说完之后 大家可能会感觉有一些莫名其妙 没关系 我在这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比如说你去跟你的师傅学一个技术 比如说这个擒拿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要怎么拿 那个动作要怎么做 对不对 学完之后就等于是你学会了这个动作 其实你学会这个动作之后 也就等于是你得到了一条鱼而已 不是有句话叫做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只有先学会了三节这一套理论体系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理论体系套用到你所学的技术里面 就可以运用的举一反三嘛算是 比如说同样是反关节 我们的手指可以拿 我们的手腕可以拿对不对 当然我们的轴关节跟肩关节也可以拿对不对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知道有这些地方可以让你去拿 你才会去思考怎么样去拿对不对 但是你就算是只知道了这些理论之后 你不学一些技术你也是拿不了的 为什么刚刚也说举一反三嘛 对不对 你首先要有那个一你才可以去反那个三啊 对不对 这个一是什么 一就是一些最基础硬核实实在在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手臂给人拿死 用什么技术 什么手法可以拿出别人 让别人不容易挣脱出来 对不对 有了这些比较基础硬核的技术之后 你才可以去举一反三 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说你不去学一些技术的话 那么就真的是纸上谈兵了 对 我感觉就这么一种关系吧 对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好那以上我所说的那些东西 是我认为这篇文章里面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那么接下来重点就是我要聊到的 这篇文章不讲道理的一个层面在什么地方 大家可以打起精神来啊 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可能会有点绕 有点难懂 我尽量的用大白话告诉大家好吧 这个层面啊 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那几句话啊 有一句分界领 把这篇文章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 这有个分界领是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此故分而言之 就是说前面落里巴塑 那么说了一大堆 从这个地方 就是我是分开来说的 这个是三节啊 但是后面有句话 叫做若何而言之 则上至头顶下至足底四之百 还总为一节 夫何为三节之有哉 又何三节中之各有三节云乎哉 就是说你可以分开来说 也可以合起来说 合起来说就是四之百还 统归于一切 哪有什么三节啊 对不对 哪有什么三节里面 又各分出来三节啊 这个东西 其实我感觉啊 读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认为前面那落里巴塑说的 那一大堆东西啊 都是在讲道理分三节嘛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练拳时候的一个过程 最后统归于一切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一个结果 那个目的 大家能明白我在说这种吗 我在这一条片子里面跟大家提到过一句话就是 不管你说再多走再远 你总要回到这一套拳里面最根本的问题上面 就是那一阴一阳 一开一合一序一发 因为这个拳讲的就是阴阳矛盾的统一结合体 太急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一篇文章上面来也是一样 四之百还总为一节 这里面的一节啊 大家注意啊 我们今天啊 名人不说暗话 我们也不猜字迷 也不云里雾里胡说八道啊 我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解释一下 一节是什么意思 说白了就是我们拳里面的要么是松 要么是和 我们之前讲那个一气贯通的时候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什么是一气贯通 是不是有一个松的一气贯通 跟一个发的一气贯通 这是两个贯通 对不对 你如果说能把这两个贯通揉为一体 那个东西就是这套拳里面要的最终的一个目的 太急啊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才是这篇文章重点要告诉我们的 胎拳到底在练一个什么东西 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这个也是我所理解的这篇文章最不讲道理的一个部分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在这用大白话再白一点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 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啊 归根结底实实在在一个劲全里面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不管你绕来绕去走多远你都要回来这个地方 对不要跟我讲什么道理啊 但是呢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不讲道理行吗 不行啊 所以说才有了开篇的那句话叫做 父气本诸深而深节不甚返 若竹节论之则有远乎权术之宗旨 唯分为三节而论可谓得其解法 读到这一句话之后 大家会不会感觉到 陈长青老前面在写这一段落的时候的那种比较矛盾的心情在啊 就是说说多了会离这个全真正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远 但是呢 不说 大家又不能明白我们刚刚剖析过的三节里面的那两条作用 对不对 一是我们练权方面的作用 二是我们运用方面的作用啊 所以说我感觉 陈长青老前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的那种矛盾的心情啊 你说多了也不一定火候的拿捏吧算是啊 我感觉陈长青老前面拿捏的这个火候拿捏的非常好啊 这个是我读这篇文章 我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 如果说您读这篇文章没有读到这一点的话 您可以多读两遍看一看 我把这篇文章放在了我下方置顶留言里面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您如果有什么新发现的话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你交流学习嘛 对不对 好 那最后啊 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所说过的这些东西好像有点乱 对不对啊 这篇文章我总结出来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他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也就是分三节 第二个是他不讲道理的一个层面 就是浑身上下 四肢百还统归于一节啊 第一个层面呢 我们又聊到了两点作用 第一是对我们自身恋权方面的一个作用 第二是在我们运用户方面的一个作用 对不对 不讲道理的一个层面呢 我们今天只聊了一点 那就是三节统归于一节啊 说白了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聊过那个仪器贯通 一阴一阳大道质简 不给你讲道理 对 我不知道我今天所说的这些东西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最起码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 也可以在前方留言去告诉我 好吧 好那最后的最后啊 如果说您能看到现在的话 那您真的是老刘的真爱啊 我在这先感谢一下您对老刘的大力支持 好吧 这么喜欢老刘 好开心啊 这不快过年了吗 对不对 我看其他的频道主们都是做了一些视频 感谢朋友们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嘛 然后我也想着我有什么可以给到大家的东西 过年的时候让大家有事可做吧 算是 我想了想去 我现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到大家了 我感觉 我每一期视频都是在给大家发福利吧 不过呢 给还是要给的 我在我硬盘里面翻了一下 找到了我之前收藏的陈梦祥老先生 在讲二层价的完整视频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想着可以拿出来给大家 学习学习嘛 对不对 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手里面是有这套视频的 但是就网上来说的话 我感觉都不是那么的完整 都基本上是一些零散的东西 所以说我想着发出来给到大家一起学习 大家能学多少学多少好吧 就是从我的下一期视频开始 一直到过年为止 每天我都会上传一集 秦梦祥老先生讲二层价的视频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 大家如果感觉老刘这个想法很赞的话呢 可以给老刘点个赞 对不对 订阅一下老刘的频道 以免错过接下来的内容好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这个样子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喽 谢谢大家